美國最高法院83歲的大法官布雷爺 今日正式宣布退休 總統拜登表示將履行承諾 提名歷史上首位黑人女性大法官 蘇克文報道 83歲的自由派大法官布雷爺 今日前往白宮正式宣布自己準備在6月底退休 這是總統拜登上任之後 第一次有機會提名大法官人選 他表示將會履行競選承諾 提名歷史上第一位黑人女性大法官 拜登預期在2月底公布提名人選 目前的參議院 民主黨和共和黨各佔一半席位 如果沒有共和黨議員支持 民主黨就必須全體投贊成票 才能通過提名 不過從歷史上來看 民主黨總統提名的大法官人選 都獲得了部分共和黨議員的贊成票 布雷爺是一名自由派大法官 有分析認為他是戰略性退休 確保拜登在任期內 能夠任命一位新的自由派大法官 來接替他的席位